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是跟我们的花哥有关的啊 我们的听众说 请问花哥今年的这个橘子里面啊 发现有很多干的像石头一样的橘子 哇那是橘子吗 好那他以前呢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以前他们家的橘子呢 结的果实呢都是很有水分 很甜的 所以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简直啊 有什么诀窍 那为了明年可以结更多更好吃的果子呢 有什么肥料可以推荐一下的呢 好我们赶快把我们的花哥 请到我们的线上来问一下花哥 石头橘子到底是什么原因 哈喽花哥你好 大夫妮可你好 各位线上的观众大家好 你好你好 这个橘子像石头 我马上想到好像是化石 对啊化石 对啊这怎么能吃呢 但是我如果说仔细分析 那当然可惜我没有办法没有看到 如果说以后听众朋友这种问题 可以送张照片 有照片比较好判断 但是我们可以用那个一些原意的common sense 来分析一下 第一就是可能他摘的橘子摘太晚了 但是听起来这位听众是有经验的 以前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有这个问题 那也许留在树上比较久的橘子 他最后真的就会干掉硬掉 他不见得会掉下来 就在树上给你干掉 这有这个可能 那可能性不大 我们再来分析看其他的原因 那其他原因最主要就是说水分和肥料嘛 这是我在1300节目上都常常知道 我们一定要适当的肥料 适当的水分果素才会长得好 那我本来在想说会不会今年他这个水浇的少 后来我想也不对啊 今年雨水特别不浓 所以可能性也不大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 包括我自己忙起来 我们种果树种下去就对了 交交水都有了 然后该交水就交水 但是很少愿意多花点时间给果树做适当的施肥 那如果果树没有很多年没有施肥 他到最后他已经没有那个养分来供给他 继续给你结好吃的水果 所以我想说我会鼓励这位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线上的朋友们 家里种果树一定要做适当的施肥 比较简单的话就是春夏秋 就是鸡肥一次 然后呢 尤其这种果要吃橘子啦 吃桃子里子啦 柚子都可以一样 有果实的这种果树 在开花前开花中结果中 你再多加 多添加一些含磷肥的肥料 例如说是骨粉 骨粉鱼骨粉这种都含很多 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是铃肥 铃肥就是果树最需要来给你 开最好的花结最好的果就需要铃肥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 也许就放了鸡肥放了牛份 那鸡肥牛份里面其实铃肥并不很多 所以说果树种的不好的朋友 试试看多花点钱 铃肥比较贵一点没有错 可能小包一点十块钱三磅四磅 那大包有25磅的话 可能要50块左右 但是铃肥不需要用到很多 一些果树他一年用个一磅 一磅两磅的铃肥就可以 所以试试看铃肥 那他又问到说 铀肥是不是跟铃肥有关系 也铀肥当然有帮助 铀肥对所有的植物 尤其果树特别有需要 长得密密麻麻的果树 第一他没有呼吸的空间 第二他养分都被叶子之条占去了 所以他就没有多余的养分水分 来供给开发结果的结果师 所以剪汁有需要 所以如果这位观众朋友 你发现干橘类的橘子树太密了 真的叫修剪 把它修剪到 通常我修剪有两个密集 第一朝内党的支条就把它剪掉 不叫朝内党 因为有个主干嘛 主干正中心 那侧资 侧资上面还有很多的侧资 所有侧资上面 朝内党的人就把它剪掉 那这样就有呼吸的空间 而且朝内党就造成塑形的不好 那上面太高的土壤支也把它修掉 这样的话 你支条修剪到适当 那开发结果就会 养分就会给这些花朵果实 所以可以试试看 那有时候什么样的肥料可以推荐一下 刚刚有提到鸡份 鸡份 然后这个骨粉 另外各种的有机肥料 少量多餐 然后多点产品 就是多买几种不同的有机肥料 或甚至自己在家里面 自己制作这个家庭厨鱼 这个很棒 或者你有去钓鱼吃鱼 鱼肚啦 鱼头啦 可能埋下去 埋在鱼子上面 埋深一点就不要让动物来挖 那对鸡子处的吃肥 长当作很好的肥料 其实会长得很甜很好 可以试试看 但是 如果对鸡份